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這次就開始聖靈充滿的第五課 講到關於聖靈充滿的經文,是節囊轉二章一節,十七節 這裡我先讀一部份,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飄灌煩惡惡惡惡 你們的兒女要說如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仗,老年人要做兒目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飄灌我的徒人和侍女,他們就要說如言 這裡講到在末後的日子,神要將他的靈飄灌煩惡惡惡惡惡惡 那當然聖靈是不會囂灌那些不信耶穌的人的 所以呢,這裡的意思是神是想所有的基督徒都會被聖靈充滿 而祂是有定義的,就是定義聖靈充滿是什麼意思呢? 聖靈囂灌,囂灌就是神,從神的角度來講 將聖靈淋在我們的身上,那麽呢,祂有講出的跡象的 就是呢,你的兒女要說如言,見異仗,做兒目 我要將我的靈飄灌我的徒人和侍女,他們就要說如言 所以這裡是講到聖靈充滿會帶來的火候 的定義就是會帶來有說如言,見異仗,做兒夢 就是講到呢,是比較超自然的工作 聖靈比較超自然的工作 那麽另外,在《葛林多前書》十二章 也都是列出有些超自然的聖靈的恩事 就好像醫病啊,行義能啊,便別諸靈啊,說語言啊 還有呢,說方言,番方言,就是這些比較超自然的恩事 那麽我們就看到呢,就是說有些人認為,我已經有聖靈工作 的確,聖靈工作呢,是有所有基督徒都會經歷到的 所有基督徒呢,會經歷到的就是會 聖靈會叫我們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叫我們知罪 然後呢,又會叫我們有信靠耶穌的心 如果不是聖靈的感動,沒有人能夠稱耶穌為主 所以這個呢,就是聖靈會感動人,信耶穌啦 聖靈都會更新我們的靈命,那這些呢 所有基督徒都會有經歷到的 而這裏所講的呢,講到呢,是 標冠,還有呢,在《歇論傳》第二章,跟著記載的呢 就是聖靈充滿當時那幫的信徒 那那幫信徒呢,就跟著就說方言了,講方言 那這個呢,就是一個比較超自然的情況 那而,比特就說,這些呢,就是應驗聖經的預言了 這個預言呢,就在《若爾書》的,講到呢,神要將祂的靈 挑冠凡有血氣的,而當日就在初期界會呢,應驗了 那所以呢,這裡講到不僅是有聖靈的內住 和聖靈的感動,是會有聖靈的充滿 那,以至呢,是會有比較超自然的工作 那,其實所有聖靈的工作都是超自然的 就是叫人背改信主,生命更新,都是超自然的 那,但是呢,通常來說,很多教會就比較接受這些 但是對於其他的那些神跡歧視呢,他們就會難些接受 所以,我們將它分開為,就是比較超自然的工作 而這裡講到呢,就是建議像,雪宇言,建議像作義文 那,有時候有些人說,啊,我是不是真的有這些恩賜呢 那,其實呢,會有基督徒呢,在經歷聖靈之後 是更多領袖神給他的信息的 那,有些人呢,真是很強的,這方面的恩賜是很強的 那,我自己來說呢,就是我領袖的恩賜是最強在這方面的 我最強的是在聖靈更新,我賜給我教導 還有呢,按手祈禱,帶來人的聖靈充滿啊 還有呢,在聖靈充滿上,教導人啊 帶來人怎樣的靈開通啊 那,我自己是隨時一祈禱,馬上有神的喜樂能力流過的 是可以感受到的,這個是我比較強這方面的恩賜 但是,其實我一樣有這些領袖神的帶領啊 的強烈的恩賜的,當我經歷了聖靈之後呢 是很明顯神給我一個清楚的方向 就是想帶更多人呢,去經歷聖靈,靈寧更新 還有給神使用的,那我也會領受到很多的教導呢 神會感動我,我領受很多的教導呢,都是很 很具體的,就是很指明,很細緻地形容 怎樣處理罪啊,處理負面思想情緒啊,處理人際關係啊 很多方面呢,神都教導我,讓我能夠很具體地幫助人 那我很多謝神,給我這些的教導 還有給我一個方向呢,是希望預備更多人 預備耶穌的方向,是興起更多的精兵 那這些都是領受到異仗,就是說一個方向啦 那而我雖然不是眼見到異仗,但是我心靈裡面呢 是有這些異仗呢,怎樣帶動更多人更新的 而信息上,說語言也都是,就是我所領受的 就是好像將聖經裡面所講的,活後的時候會發生的事 我看到現在是怎樣應驗,我也都看到是 我們基徒應該做什麼,有什麼可以影響這個世界 那而有些人呢,是特別強這一方面的 那而我也都深信呢,在真是大迫伯的時候呢 大災難的時候呢,我們會領受更加強的 因為耶穌講到呢,就是說,你受被人捉去審判的時候呢 你不用思慮說什麼話,因為聖靈會指教你當說的話 所以我深信這個恩賜呢,到大災難的時候是會加強的 那而且呢,在大災難的時候呢,所有要買東西吃的人做買賣呢 都是要有受了受印記和拜壽的 而所有拜壽和受受印記的人呢,都不可以得救的 所以基督徒如果是想保持在神的救恩裡面 一定可以去受印記買東西吃的 那麽時候,如果是正常的話,那些基督徒應該很快死了 但是,在啟示錄呢,講到在這個大災難時期 基督徒依然呢,他們勝過魔鬼呢 是靠著羔羊的補血 和他們所見證的道 那所以呢,我們看到呢,就是 在大災難,那些基督徒就馬上死了 就是說,神會帶領他們怎樣回答那些迫伯的人 也都會帶領我們怎樣去賺錢的呢 那麽這些都是非常之寶貴的 那麽我自己都經歷過 有些人呢,是不認識我的 一見到我就說,想為我祈禱 而講出我當時是被迫伯,受迫伯 那麽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 是收到聖靈的指示 還有聖靈,我其實有不同的情況 都有經歷過這件事的 有一次我宣教的時候,有一個同工 他在這方面是比較強的恩賜的 那麽我們一上一部車 那麽當時他叫我們上車去機場的 那麽同時他又叫了另一部車 另一部車的出來 那麽我們在一個大堂那裏 那麽我們就沒有想到他是叫兩部車 那麽他們就叫飛機場的出來 那麽我就馬上出去 怎麽知道呢,出去的時候 上了那部車 那麽我的同工立即走到一半 我們放下行李走入那個車的一半 他就說,耶穌說這部車不是他飛機場的 那麽根本他沒有任何的跡象的 那麽我們問那些人 他們就說這部車是另外一部車 那麽就是當時來講 我們根本沒有任何的跡象 那麽所以這個同工是真的收到神的 給他的信息的 那麽所以在今天我們都會收到這些信息 而我們越是安靜等候神 放下所有的煩惱重担 多些時間去愛慕神 去想到神的尾線 留意聲令給我們的感動 那麽就可以慢慢變立這一種的恩賜 加強這一種的恩賜 那在這方面有沒有人想問問題的 就是關於這方面的恩賜 有沒有人想問的 恩賜 我有問題 但是我是關於那個經文的 我可不可以現在問 好 你講 那他 恩 他說日頭要變黑為黑暗 月亮要變為血 恩 這就是主大而明的日子 未到以前 那這一樣東西其實 是不是長時間的日頭變黑暗 是長時間的 OK 其實我未講到那裏 那麽 OK 首先呢 未講到那裏 那我跟著會講下去的 不過我首先問一下大家 因為這個經文就講到那個 什麽時候發生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就是關於對於先知性 見異象作異夢這件事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牧師啊 實在這些異象呢 都沒有分少年人和老年人 實在所有的人都會 是見異夢啊 見異象啊 作異夢啊 是吧 各人士呢 我就明白啦 因為他們要廣道的嘛 各人士呢 那什麼少年人老年人 異象和異夢都應該大家都可以有的 為什麽要指明呢 另外現在有沒有先知呢 OK 好 那我現在回答呢 關於是不是就是少年人 更加容易有異象 老年人更加有異夢呢 那 有可能 都是的 也都有可能 可能這只是一種語言的方式 就是有時文字的方式 有時就譬如說少年人會這樣 老年人會這樣 是一種語言的方式 也都有可能是現在的少年人 更加容易看到象 就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那我就想說一下 有些地方他們就訓練人去聆聽神佛 就有些上一輩的人 就是說我們這一輩已經是成年人的人 他們就在經歷聖靈的路是比較慢的 就是在初期的時候有些是比較慢的 但是有些後來經歷就比較快 就發現很多年輕人 小時候就很容易領受到神的聲音 那這個建議像這樣 那這個可能就是應點的一件事 就是說真是呢 神是可以將這件恩賜更大 給少年人 那所以如果有少年人 譬如你們家裡的有小朋友 不要看少他們 帶領他們多去愛慕神 有可能他會更加容易領受到神的訊息的 那就是可能會見到更多的儀仗 那我們這個有可能是真是說到 少年人比較容易有這方面的恩賜 那這個我第一回答了這件事 但是這個呢我們是 可以說 照字面解 就應該就是說少年人更加容易看到異仗 老年人更加容易看到異夢 那另一種看法就是 絕對性的就是說絕對少年人才看到異仗 老年人才看到異夢 那這個絕對性的解釋 那其實我自己來說呢我覺得 雖然我們好像從經文沒有一個很 結論性的結論到底是怎麼樣呢 但是我覺得不要緊要的 為什麼不要緊要呢 那他收到異仗異夢 那分辨是不是準確的 是不是從神而來的 是不是我們怎樣分辨從神而來呢 是不是合乎聖經呢 是不是對於他們的情況是有幫助呢 有帶領他們發揮他們的生命呢 提升他們的生命呢 就是說是第一合乎聖經的 那第二呢就是會幫助他們實際的情況的 或者是會提升他們的那個情況的 那時候呢 起碼他是合乎聖經的 有高的可能性是出自神的 那但是有時候有些是預言 就是譬如看到將來的情景這件事呢 有時候我們都要等到將來才能夠肯定的 那也都看過人了 就是譬如有些人呢 他們真的收得很準確的時候呢 那我們還沒發生的時候都可以相信 他真的那件事是會發生的 那這個需要分點了 但是事實上真的是 在這個世界上有時候有些人呢 就很心急於有 異象啊 語言啊這些這樣的東西呢 就有時候他們 就是講出一些語言真是沒有應驗的 那這件事我覺得是非常的可惜 還有我見到有些先知呢 就是為了錢啊 就是好像就是去推廣 怎麼可以得到多些錢就做些聚會 那些人呢就時時在那裏 就是很多人追求 就是造成一種氣氛 大家都想先知跟他說一些東西 那而我發覺很多先知說的東西呢 其實是聖經講了的 就是譬如說你愛主啦 你悔改靈聚啦 你遵從其他事情 那些聖經講了我們不用先知告訴我們 先知的作用應該就是在 指明我們有些什麼需要處理 或者我們怎樣向前去 怎樣發揮生命 而我覺得最重要呢就是 怎樣發揮生命 怎樣帶來復興啊 你不需要很難成就神的心意 因為神的心意 就不只是滿足個人的需要 而個人的需要 我們深信當我們聽神 說愛神的時候呢 神就會供應我們啦 而且會為我們開路 但是有很多人就為了個人的 個別的需要 比如有些人很緊張結婚啊 很緊張 找不找到功啊 之類呢 其實這些我們應該去找先知去給答案 其實聖經說了你先求神的國務 也一切會加給我們 那這個是變成一種風氣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呢 是為了得到錢 而自稱為先知的 其實很多奇怪的教導 譬如有人就自稱為 就是末後那兩個見證人 其中一個見證人 我真的覺得呢 兩個見證人 每一個出現先 一個不出現 那還有呢 他真的不是應驗聖經所講的語言 他只是說有一次他就去 我看到他的影片 他說呢 語言那個地方會下雨 那個地方是沒有雨下的 那然後呢 他就拍那個影片呢 他就走出去 他就說啊 我摸到那些雨了 但是這種這樣的情況 他就說啊 我現在宣告這個地方要開始下雨 那就只是他的手摸到那些雨 那些人都看不到是有下雨的 那我覺得這些呢 真的不是足以顯示這個就是 那兩個見證人之一 但是因為他們為了出名 為了好似他們成為一些偉大的人物呢 而追求這件事 那這個是很可惜 很可惜的 那所以呢 就是我們要分辨先知 因為不要是先知的信 那是要分辨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有個經文就是說 是不是現在都有先知這件事存在 我自己就經歷到見到的 還有這個經文告訴我們是有的 那這個經文是講的時間 我自己經歷到的 但是譬如我那時候在有一次聚會有一個 廣道的人帶領聚會 那他就是先知聖的 那他整班人坐在那裡 很多人坐在那裡 他就是看著我 跟著我出來 他就告訴我 你將來會去列國 去宣教的 那當時來說是根本沒有可能的 但是呢 後來真的應驗 這件事是 就是我真的有這個心 而後來有機會 因為起初的時候 我以前那時候是沒有這個機會 那他真的當時來說是發現 講出將來會做這件事 那在十九節開始呢 就講到那個時間性了 那首先這個預言 這個經文應驗的時候呢 就是《士囊傳》二章十七節那時候呢 就是他們聖靈降臨了 他們就被聖靈充滿 《士囊傳》四年充滿之後呢 然後《士囊傳》就說應驗這個預言 那所以這個是經文應驗 神的靈要囂滿凡有血氣的 是從初期教會開始 那這個第一就是開始了 那然後呢 下面講到的呢 就是講到末後的時候的 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 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跡有血有火有煙霧 日後要變為黑暗月亮會變為血 這個是講到末世的時候會發生 耶穌也有講到的 在馬太二十四章的講到 在災難的日子報告呢 就日後要變黑 那麼就在那個時候 耶穌要降臨的 所以這個 就是這個經文所講到聖靈要囂貫 那就是這段時間呢 就是凡有血氣呢 就是從初期教會一直到世界末日 而在這段時間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那所以呢是講到 凡是任何人在新約時代 信靠耶穌做救主 求告主名的都會得救 那所以那個時間性呢 就是由初期教會一直到世界末日 耶穌回來的時候 都會有先知這件事 那就是先知這件事 其實是有很多的 除了我個人的經歷 都有很多人呢 他們是有發出的預言是準確的 不過也都 我就說 也有些人呢 發出的預言是不準確的 那所以我們是要分辨的 就是我自己就覺得真的 就是任何人有這些因事 一定要很小心去審查 不要那麼急於去講出來 那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造成一些不好的見證 那其實就是我自己真的很可惜的 我看到聖年充滿了 真的有很多人很熱心去傳呼 這個是真的發生的事 很多人呢就帶著聖靈的能力去宣教 這個是真實的事來的 那但是同時也有些人呢 就只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就去做一些不好的事 不合復正經的事 是我覺得 就是所以耶穌說有墨子有弊子 就是有些人就是為了他個人的利益呢 是會做一些很離譜的事 就是羞辱神的命的事 那我真的覺得是非常難受的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牧師啊 我都遇到有個先知 我有一天經過方舟 那見到有些人敬拜 只有七、八個人而已 是我的教會的人 有些弟兄 那我走過去敬拜 那怎麼知道呢 突然就走了一個麻眼的牧師出來 他竟然這樣問 他說你們這裡敬拜 有一個叫David 哇我嚇了一跳 他又不認識我 我又不認識他 為什麼他會知道呢 那我覺得他都有些先知 這些算不算先知的功能 只有七、八個人而已 你說我是不是Paul 比較高的 是呀是呀 很立法的 他是叫做Pastor Paul 他是麻眼的 他是在新加坡的牧師 你也認識他嗎 是呀我認識他 是呀我認識他 是呀他有些先知功能 是呀是呀 是呀 是呀是呀 那這個就是 真是我們 他現在也認識回新加坡了 OK 他那次來馬灣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問題想問呢 阿牧師 怎麼去分別那個先知的真假呢 我來說 我就覺得呢 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他的教導 和驗證 就是驗證他所說的語言 是不是應驗 就是他的教導 是不是合活正經 他是不是只是想 得到人的奉誠 得到錢 因為他真的有一個 祝福人的心 還有呢 他所說的語言 是不是應驗 那我自己就會說 我聽到說先知呢 我不會第一 就說先知 我一定信得 我不會這樣的 我是會去分辨的 就是我 那我會 將他講的說話 參考 就是先知我們不是去藐視 但是呢 我會參考 他所說的東西 是不是 就是 參考 記住他所說的東西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應 就是這個是我 我會有的 態度和方法 有些人 就一聽到先知 就馬上走去的 就是很 非常之嚮往 我自己就覺得 聖經說了 神會跟我們講話的 但是先知是會可以領受 更清楚的指示 或者是怎樣帶領一個群體 怎樣走在神的路上 那我 我覺得 這個東西是很寶貴的 但是呢 有些先知就是為了他自己的名利 那我 我覺得他是這樣的時候 我是會 我會是 我會是 更加小心的 就是我自己不會特地去找先知的 但是我覺得我周圍的 就應該怎麼會 如果他有領受 異仗異夢 或者是看到一些 聽到神的聲音的 那我就會 鼓勵他們去發揮 和我們一起去尋尋神 尋找神的方向 就是我會這樣 但是如果我遇到先知 我會 都會珍惜和分辨的 OK 還有沒有人來 有什麼想問嗎 喂 是 牧師聽到 聽到 我想問一下 聖靈充滿呢 和接受聖靈的浸 有什麼很大的分別 就是 我自己就覺得 聖靈的浸 或者聖靈的洗 應該是第一次的聖靈充滿 應該是 因為 就是聖靈裡面 之前我們 之前也有經文的人 講到 聖靈的洗 就是 善良傳一章五節 若漢要用水施洗 但是 不多幾日 你不要受聖靈的洗 這裡講到 初期教會的 就是 他們大大被聖靈充滿 所以 這是第一次 他們被聖靈充滿 就是 好像一個洗禮 有一個水的洗禮 有一個聖靈的洗禮 所以 應該就是一個 被聖靈充滿的開始 被聖靈充滿 就是 好像 一開始 他們 就 在聖靈的洗 所以 從這個經文 就看到 聖靈的洗 是指 一個 開始 被聖靈充滿 就是 好像 一開始 一開始 被聖靈充滿 被聖靈充滿 有一個洗禮 開始 但是 我聽周金凱牧師 他的分享 有少少不同 其實 他應該是 想煮一段時間 我相信 他都受洗 接著 他就說 當他接受聖靈的洗 的時候 他的生命 全部都被改變 而且 他感覺到 神的靈充滿 他的時候 接受聖靈的洗 整個人很火熱 是 整個靈命 都被改變 不是普通 很難一次 換一次的 普通的聖靈充滿 是 整個生命 恩著 這個洗禮 聖靈的洗禮 被更生 被改變 和火熱 去跟隨著 我覺得 好像 有比 普通 我們接受地上 牧師 為我們的洗禮 不是 水上水禮 是 我是說 聖靈充滿 就是聖靈充滿 就是我講到水的洗禮 和聖靈的洗 我不是說 洗禮那個洗 是 你聽清楚我講 有水的洗禮 也有聖靈的洗 就是聖靈充滿 這個人 你說周牧師那個情況 就是他被聖靈大大的 充滿更生 就是我所講的 第一次被聖靈充滿 但是信徒不是每個人都被聖靈充滿 有些人在信耶穌立刻被聖靈充滿 就是有的 但是有很多是 未被聖靈充滿 這個第一次的聖靈充滿 就是聖靈的洗 我看的經文就是這樣 怎麼看法 我看很多信徒 只是接受了地上的洗禮 多些 就是真的接受 水的洗禮和聖靈的洗 是兩件不同的事 我知道是不同的 我意思是說 多數的信徒 只是接受了其中一個 但是真的聖靈的洗 你第一次的洗 就是不太多 是不是 因為聖靈充滿 是一定要 付出時間去親近神 渴慕神 或者在聖靈充滿的聚會 經歷到聖靈以後 他要保持 他才會持續有聖靈充滿的 的確在聖靈的聚會 是更加容易被聖靈充滿的 就是我自己也是一次的聚會 是安卡洛 在南美洲來的布圖家 為我按手的時候 就即時經歷很大的能力 和很大的愛 但是我立刻保持 但是我同時也有一些教友 同時經歷 但是他們有些之後 是沒有什麼 再經歷的 就是他們沒有欣賞 珍惜這種事情 就是我們 就是不保持 是沒有保持 而且我們應該追求聖靈充滿 但是我又不是叫你們去聖靈充滿的聚會 去經歷 其實我們集體愛慕神 是可以越來越經歷神的 用心靈誠實敬拜 愛慕神是越來越經歷到聖靈充滿的 是可以越來越充滿的 是可以的 但是那種充滿 就是聖靈充滿的 聖靈充滿的聖靈 好像更加強烈 有些人好像說電擊 就是這麼強烈的感覺 就是 是的 我們有些人都是有這個經歷的 就是這個 就是聖靈充滿的經歷 有很多聖靈充滿的經歷 都是類似的 都是經歷好像電流 很大的能力 很大的愛 很大的更新 這個是可以經歷的 當我們投入 而很多人就說 很難經歷 其實我跟別人說 你祈禱的時候你發覺身體嚴重 這個是聖靈的立災 聖靈的根據就是說 約翰 見到榮耀耶穌 他跌在地上 寶萊 也是 那就是說 神強烈的動作 人可以頂不住 影響 就是聖靈的立災 可以影響人的身體 而沒有這麼強烈的時候 身體可以嚴重 所以我就說 當你愛慕神的時候 親近神的時候 你發覺身體嚴重 你就投入 月頭又發覺 那個搖動越長 就證明 是聖靈的動作加強 很多人就不懂得珍惜 或者他經歷到喜樂 那我叫很多人 你從心底處 好像把心靈的深處 完全向神傾倒 那一個方法就是 呼叫耶穌在這個心靈發出 多謝耶穌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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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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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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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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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那這個就是一個方法可以經歷聖靈更強力的 那我想說就是因為在有些序培 真是有些報道家 他們真是很追求聖靈充滿的能力 所以他們用很長時間祈禱 還有他們很多集體祈禱 那這個我都講過這個不是我的呼召 因為如果是我的呼召我就不是教導 因為我主要是教導和訓練 但是我也是有帶領人去經歷聖靈更多的 那如果我想是純粹是幫人經歷聖靈更多 我就會天天都是 只是用時間去聽聖靈充滿 找一些聖靈充滿會不斷天天去祈禱 但是因為神呼著我去教導和訓練 所以我不是這樣做法 那有些人這樣做法 他的確聚會那個是更多人 還有有一群班弟那群班弟都是很渴露神的 在聖會神的同序加強的 在我自己帶領的聖會 我都感受到聖靈的同序更加強的 就是跟我自己祈禱是有分別的 我很感覺到這個分別 那也是那些人的投入程度 因為我曾經帶領過聖會有些很強烈的 因為其實那個保持是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 而我真的不能夠有這麼多時間去祈禱 所以我就沒有保持最強烈的同序 但是如果我遇到一群渴露的人 聖靈的同序就會加強的 因為我知道那個方法是怎樣親近的 那如果那群人是投入 很棒的話是會加強的 我剛剛去一個聖靈教會那裡去帶領廣道 然後他們很投入 那當時有一個人是在座位坐在那裡的 他即時都感受到能力 這個是兩三個禮拜之前的事 他即時都感受到能力 然後就有些積極 那不是放手的 是他精靈不同的 在這個地方加強 那就是說那幫弟兄姊妹的同心 一起同心都是很強的 所以不要說有些人那些先是 那些搖搖的不是 其實搖搖的那些投入 都可以進入這個境況的 就好像那杯水 就是有人管的有人沒有這麼進入 那我們越追求愛慕神處理生命 完全衛生就更加加強的 OK 我有沒有回答到你 我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OK 我明白姊妹說很多人只是洗了奶 但又沒有被聖靈很充滿的那個原因 或者經歷 就是我最初都是在傳統教會機要派 那是有聖靈同在 但是不是充滿的 就是比如祈禱這樣 都有些代討的事項這樣 就是全部討完就走了 就是有討告 但是在腦裡討了就可以了 還有有查經 查經也沒有什麼討告的 就是有理性的查經 查完就查完了 所以很長時間都是在思想上去認識神 就沒有親近神 討告都不是親近神 討告都是說話而已 跟神說話 根據代討事項說話 這樣 有靈修的 但是後來 後來我不知道為什麼參加了 不知道什麼聚會 又拿了一本書 拿了一本書 那本書就叫我們十天 就是每天分別的時間出來 就在神面前就把那本書用感情來讀這樣 宣讀這樣對著神 對著神 那那個環境就是沒有其他人的 自己是我自己一個人在家裡而已 但是真的打開心 對著神 去宣讀那個聖經 那本書十天 就是叫你的靈裡面能夠重新踴躍這樣 就是跟神說 你十字架的救恩 在我生命裡面 我歡迎你 諸如此類 或者任你怎樣去帶領我 就是向神這樣說 你給我什麼我都要這樣 那突然間有一次 嘩 之前聖靈很大 很大很大的同在 熱到你不得了 整個真是被火燒這樣 一個人就自己要了 那後來我都 那後來我都 後來我都把這個經歷 告訴我一個靈修導師 他就問我 那你有沒有平安 那我有 有平安 那他就說 這個就是聖靈的囂貫這樣 或者是聖靈的充滿 或者是什麼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傳統教會長大的 可能都要幾年了 才我遇上這個情況 那就被開啟這樣了 我分享是這樣 謝謝 那最重要的是 和心靈的心處親近的 在衛生的時候 人是可以經歷這麼多的 那我也會說 在聖會是更加容易經歷的 但是需要個人個別去繼續保持的 就是不只是聖會經歷就算了 OK 好 就是其實呢 也都有時候 聖靈的工作 有時候看過情況的 就是比如 其實我剛剛放了 放上網 一個 一個影片 但是那個影片 是沒有 就是只是有個slide 就是姐妹分享 聽我的祈禱錄音之後 的職況的經歷 那就是在 我放了上youtube的 剛剛放了上去的 那你可以聽聽 他就是 其中我們一個 上這個zoom課的人 他在這個zoom課 他都說 當我一祈禱 他馬上經歷到神的能力 然後他又說到聽 我跟著我傳我的祈禱錄音給他 那他聽的時候 也有更多的釋放 那這個就是 原來人的開放 還有他那個需要 就是有些人很需要的時候 他會經歷到聖靈更加的能力 好的 好 有沒有回答到 有沒有問題想問 我就回到剛才那個 日頭變為黑暗 月亮變為血 我這樣問是想問 是不是月亮要長時間變為血 日頭長時間變為黑暗 才知道那個日子呢 因為現在有很多人 訂上網說月亮 日頭變為黑暗 訂上網說 末日又來了 接著月亮 稍為變成暗 又訂上網說 現在末日來了 這樣 OK 在耶穌馬太福音24章 他就在第29節那裡說 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 日頭就變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眾星要跟天上墜落 天氣都要震動 這個是講到末日那個時期的 這個是 就是整個日頭就變黑了 月亮又不放光了 眾星在天上墜落 這個是很明顯一個 天氣很明顯的改變 跟這些人所說的是同的 就是有些人呢 我聽到有些人經常都說什麼 紅月 這個紅月呢 就是幾多次就會 耶穌回來了 那這些呢 我就是覺得 聖經什麼時候說這件事情呢 他們就很喜歡用這些 就是很喜歡說到一些余紹 聖經沒有清楚說到的 那這個是我自己覺得很可惜的 為什麼那些人要這麼 去注目在這些的事上呢 而不是清楚看經文呢 所以我不贊成那些人的看法 就是今次月亮有些 小小不同了 那是不是代表就是這樣的情況呢 那我覺得 OK 麻煩牧師說 那我可以說給別人聽 OK 其實有很多網上的說話呢 其實很重要就是問它那個 經文在哪裏 而我們要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需要經文的清楚之前 我們才好 develop那個教義 但有些人呢就講到 red moon 它就當作是教義這樣的 那也有些人就說呢 現在呢 在以色列呢 就有些人 其實它現在還沒有建聖殿的 不過它說它自己在那裏 那裏做一些儀式啊 啊 在可能它某個地方在那裏建制啊 那這個是不是就是 應驗第三個聖殿重變呢 那這些 就是我真的覺得 不肯定的 那甚至有些人還在那裏說 是2021年就會應驗的了 那大災難開始 結果又是沒有發生到 就是 很多人就會 又說到有隻熊牛 就是因為呢 要獻祭那隻熊的牛 那現在已經有熊牛的出現了 那又說 耶穌快要來了 就是真的有些人呢 很喜歡找這些 有些聖殿 而不是有聖經的根據 有些人專門做這件事的 他經常都這樣說的 有說 啊 很喜歡說什麼光明會啊 啊 這個 Masonic 啊 光明會啊 那個 Masonic 我忘記叫什麼 就是有些會 他們控制全世界的 那 現在已經發生著了 那他就天天就說 他現在又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 那我覺得 聖經不是叫我們看這些東西 其實聖經叫我們看的 是說到 會將來有大災難 大災難之前 有些什麼事情 比如說 地震啊 飢荒啊 瘟疫啊 戰爭啊 這些我們是聖經看到的嘛 也都會越來越熱嘛 聖經有說到很熱啊 將來 那這些是我們看到的一些跡象 就是海嘯 那我們知道這些 先嘯是聖經有說的 還有有假先知 很多假的教徒出來 那有些網呢 就專門做一件事的 整天都說呢 啊 現在有應驗了 有些什麼應驗了 那 就 就是 哇眾取寵了 就是 就希望有多些人跟他 多些人支持他的事工 那我覺得這些 不是我們應該的 目的 應該的目的是 我們怎樣興起人 很多人說末世呢 就是說啊 現在有什麼發生什麼發生 我就總是要去回大使命 大戒命 我們有沒有愛神 尊重神 全人福音 建立人的靈命 預備好人 在末口日子都站得穩 這個才是重要的 什麼時候發生呢 有些人就注目在這些 我們要分辨這些 這些的預言 就不要每一切都相信 OK 還有沒有人有 目的是用來代討 你再說一次 就是他們的目的 就是為此 為這些事情去代討 代討 OK 那問題就是這樣的 他講的先兆 是真的先兆 是應該是聖經的 所講的先兆 先好講 不是聖經所講的 不要說就是 現在是應應 但是現在有這麼大把 原應 那我們用這些 就已經足夠了 不用說一些 紅星 第一次啊 有發生 還有計算年數 今年呢 就是 猶太歷 第幾一年呢 就有什麼發生 結果也是沒有什麼發生 就是 有些人 總是很注目 在這些這樣的 事上 我想說 不是 我說的那些 是他們說 那些光明會 或者什麼 做了什麼行動 又有什麼發生 就是他們 要一直跟進 用來代討 發出神的命令 發出神的說話 將這些事情去瓦解 就是同神同工的 他們認為是 我自己覺得 我們是需要代討 但是聖經講到代討 是主要為了 猜眼工人去收他的莊家 還有叫工人有能力 有智慧聰明 開福音的門 那他們那個代討的觀念 就是說 現在瓦解魔鬼的作為 就是瓦解 我不知道是不是瓦解 就是 正經講就是魔鬼的作為 會越來越多 到底是瓦解 還是 就是我們的目的 是瓦解 這個就是一個 也都是一個 代討運動 到底它裡面所說的 是有多少 合活性的 我曾經也有一次 會見到這個代討運動 就是它裡面有些說的話 譬如說 這個世界會越來越好 就是 不同的地方 你有這個 有仕途 你們有那個權兵 那你的地方 那七座山 就會無縮的 那這件事我真的覺得 很質疑 因為聖經不是說 這個世界會更加好 是說到這個世界 是越來越多 黑暗的權勢 我們祈禱是 會將活後的日子的 黑暗權勢 拿走的 反而是叫我們 有更大的能力 就是 這個是 我覺得 就是 是聖經所說的 這個世界 並沒有說到越來越多 這個我可以個別再重視的 就是這方面 就是有沒有人對於這方面 有什麼回應 有什麼回應 我想說說 先說 怎麼會說到 關於那些月亮 天常的日常 我想說 除了馬太24章 又在路加呼音21章 也有說到 在末後的日子 在10節開始 就耶穌對他們說 民要封解民國 要封解國 地要大大震動 多處哪有飢荒瘍疫 又有可怕的異象 和大神跡從天上顯然 那這裡就說到 在末後的日子 其中一些的先兆 那這個 說到這個情況 可怕的異象 和大神跡在天上顯然 那這個很明顯是可怕的 就是月亮 省為 紅一些 這些不是可怕的異象 和大的神跡 在天上顯然 那我覺得這個是 在大災難的時候 發生的 就是基督那個彰顯 它那個 權勢的彰顯 因為它由天上墜落 到地上去 魔鬼的權勢墜落 那魔鬼呢 到時就會在天上 都會顯出一些假的神跡 那這個就是 我就覺得在末後的日子 那至於說 有些人就說 有些什麼月亮 那些 就是真的 正經是沒有說過那樣的 還有人有什麼想問 我有啊 沒事 我想問 有些教會 譬如說 要輔導 或者醫治釋放 要錢 譬如說一次 二百元 就是之前 幾年前 有一個其他的姊妹 他跟我說 他說 你叫我參加 找這些 我心裡想 在聖經上面 沒有說是 給錢 人家收錢 來跟那個人討告 我第一次聽 我覺得這樣 真的有些教會 譬如說 香港 慢慢 接觸到 有些教會 那些教友 真的這樣做的 是啊 但是我要問過 我的 教會的同工 我說真的有這回事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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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我 一個角度去想 他說 可能他都要 就是 租那個教會 要交租的 所以 去他那裡 打算 跟你祈禱 譬如說 醫治釋放 或者祈禱 聊天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譬如說 一個小時 收200元 或者是 兩個小時 收200元 有些收400元 都是有些簡稱 那些租 給我解釋 他說 你如果是這樣的方法 你容易接收 一些 是啊 所以我一直聽過 我都沒有去過 因為聖經上面 就是沒有說 我要收錢 要去給人家錢 人家幫我祈禱 或者幫我分享 我覺得 不需要了 我一直是接受不到 但是這些 合不合聖經呢 OK 是啊 OK 首先 這個是跟我們現在說的 有沒有關係 我們平時都分辨 因為我們這些問題 你可以個別問過 我們平時跟這個有沒有關係 我會這樣回答 他說明給你聽 他們收費 不是一定是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工人收工假是應該的 他們說明 我們服侍祈禱 我們收錢 因為我們這裡不收錢 不代表人家不收錢 因為他們需要 付租金啊 各樣的東西 人工啊 他們真的需要錢的 那他說明的時候 就是一個額外的服務 我覺得是 就好像 輔導的服務 有些地方會收錢的 這個不是錯的 那 就是看他們 看這個角度 我就不會說 他們收錢 這件事是錯的 我不會說的 但是如果人去做這件事 譬如我聽過有 非洲的地方 有時的聚會 就是這樣的 就是如果你想一個人 祈禱你就要付錢 付錢 跟著你排隊 就會為你祈禱 這些我就覺得 做法 是令人很質疑 他的動機 我會鼓勵 你自由奉獻 你奉獻了我才可以為你祈禱 我們主要回到主題那裡 我們 有沒有什麼想問的 那我 就是我自己 我是覺得這樣的 是到底 有多少經文去支持這個東西 有沒有清楚的經文 有沒有經文去支持一些東西 例如先講到代祖運動 我們 到底聖經講代祖是怎樣的呢 我都曾經發出過一個文件 關於代祖的 因為我聽到一些東西 我都覺得他們有一套新的神託 而我在經文是找不到的 所以我都問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神託呢 到底聖經強調代祖是怎樣的呢 這個就是 還有講到末世是怎樣的情況呢 末世是否會變好 還是魔鬼的勢力越來越強呢 那 是我們 就是祈禱的作用 和我們傳道的作用是什麼呢 那我從聖經我看到 是 叫基督徒更加有動力 更加差派工人去收他的莊家 但是聖經是講了門口日子 就是 是有很多很多的問題發生的 這個是正經很清楚說的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是 我們要分辨那些教導 合作在哪些論述 OK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那沒有呢 我們就祈禱了 那我們就 希望大家投入 投入 深信神的愛 深信神的祝福 深信神是很樂於祝福我們 有這個信心去親近神是很不同的 好 大家可以站起來放鬆個人 那你關了麥克風 你在那裡 你都可以跟著我呼叫耶穌 和我心靈呼叫出來 那你可能有些人會發覺 立即有起落湧出來的 那方法基本上是怎樣的呢 好像整個心靈歡迎耶穌 整個心靈湧向耶穌 整個心靈湧出來 那用個聲音幫 那為什麼用個聲音幫 就是好像有一件事在我心靈發出 那我就說 好像想像 我們的心裡面有一種感激神的心 在那個心裡發出 啊 耶穌耶穌 在那個心裡放出來 鬆出來 那我就發覺很多人呢 在這樣做的時候 即時有起落 那這個 都是加強我們聖靈充滿的一個方法來的 那最重要的是那個心裡感激神 愛慕神 體重神 遵從神 做了神吩咐的事 就不是好像我只是追求笑而已 我們是追求更大被聖靈更新 被祂改變 OK 我們一起 你可以的話 你方便的話 你就站起來 親愛天父 多謝你 多謝 讚美你 因為你有豐盛的慈愛 和恩典 你是一位慈愛的神 一位大能的神 救主幫助我們 打開我們的心門 時事呢 親近你 仰望你 感激你 讚美你 神你真美善 這個世界沒有人像你的 沒有人像耶穌 沒有人像神你這麼大能 凡事都能 你能夠祝福你的兒女 你都體重你的兒女 每一個你的兒女都是寶貴的 在你的眼中都是非常寶貴的 你是很想大大祝福我們 我們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我們搬起你 我們以耶和華為樂 神你就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給我們 也都叫我們成家地的高處 我們想到神你的恩典 我們就搬起快樂 我們想到神創造我們 我們就搬起快樂 創造我們身體這麼奇妙 創造這個宇宙這麼奇妙 這麼多種食物 這麼美的環境 這麼美的蝴蝶 這麼美的蝴蝶 鳥仔 魚 我們見到真是很美的環境 我們多謝天父 我們發覺人去到自然界 在家外真是很舒服的 我們都可以 就是有時候用一個方法 就是想一下 好像我們現在在天堂 再沒有煩惱了 這樣的時候更加容易放鬆和喜樂 我們可以想像 將來有一天我們去到天堂幾好 我們去到天堂的時候 再沒有煩惱 再沒有憂慮 再沒有擔心 再沒有罪惡 再沒有仇恨 再沒有仇恨 競爭 多謝天父 在那時候我們真的會 完全的喜樂 充滿神的喜樂和愛 求主幫我們在這一陣子都嘗試 放下一切的重慨 不要介意別人對我們的傷害 不要介意別人所做的一切 而是全心信靠神的恩典 信靠神的大恩大愛 全心感激你 愛慕你 歡喜你 我們的喜樂來自你 求主教導我們不要追求世上的歡樂 就是覺得吃東西去玩才是我們歡樂的 而是我們在神裡面 我們有很大的喜樂 是世界給不了我們的 當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可以經歷更大的喜樂平安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的大恩大恩 多謝天父對我們這麼好 我們全心感激你 讚美你 Hallelujah Hallelujah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讚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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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我讚好 神啊你真是好好的 我們很感激你 神讚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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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Hallelujah,你對我真好 多謝顛覆,多謝耶穌,感謝耶穌 神你真美善,神你善待一切 愛你的人,親近你的人,遵從你的人 你一定會善待 所以我們可以放心,開心做人 做一個開心快活的基督徒 全心感激你,沒得開開心心,輕輕鬆鬆 因為神你會照顧我們一切 我們所有的需要你會照顧 因為你會照顧麻雀 你會照顧百合花,你都會照顧我們 我們更加比他們貴重 我們是非常寶貴的 所以你一定會照顧我們 我們愛你,你一定會照顧我們 求主幫助我們 全心感激你,全心喜悅你,讚美你 歡喜你,以神為樂,以神為榮 Hallelujah,神你真好 我們喜悅你,我們感激你,我們扛著你 我們願意走你的路,願意把生命完全建上 求主使用我們的生命 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寶貴 可以影響周圍的人 我們當我們祝福周圍的人 全人呼應建立的靈 神是很歡喜的,神是很開心的 神一定會加力給我們的 神一定會賜聰明智慧我們的 多謝天父,感謝天父 求主賜給我們聖靈的充滿 求聖靈大大充滿我們的心 更新我們 幫助我們被聖靈更新 並且帶著聖靈的能力去 侍奉,去祝福人 也都求主幫助我們 聆聽到神的聲音 留意聖靈的感動 叫我們知序 帶領我們怎樣去遵從神 或者是領受神給我們的教導 領受神給我們的方向 指示我們求主幫助我們留意到聖靈的聲音 我們就感激你 我們多用時間去學上你 愛慕你,感受你 思想你的美善 喜悅你,走你的路 主要求你興起精兵 在我們當中的求主興起我們 真是我們去想 我們這個星期我們怎樣去祝福周圍的人 我們見到的人求主賜兵 我們聰明智慧 怎樣去向他們全負恩 怎樣關心他們 怎樣建立他們的靈命 求主賜給我們這個動力 我們願意為你發光 願意為你大發光輝 讓人看到我們的慈愛和平安喜樂 讓人看到俗耶穌的人是美好的 是有愛心的 主求你祝福我們多謝天父 恆求聖靈充滿我們的心 恆求聖靈充樣 懇求聖靈,擁抱我,懇求聖靈,擁抱我,懇求聖靈,擁抱我心,懇求聖靈,擁抱我, 懇求聖靈,擁抱我,懇求聖靈,擁抱我,懇求聖靈,擁抱你,懇求生靈,擁抱我心靈,讓我愛你, 整個思想,意志,感情和靈都愛你,我們整個思想,承認神是最好的,神是最美善的,有很多恩典的, 我們的意志,我們決意跟從神,榮耀神,傳揚福音,變立全靈靈,我們的感情, 喜悦你,歡喜你,和你有深的感情 我們喜歡神,我們倚靠神 我們喜歡和神相交 主要求你幫我們整個心靈去愛夢你 我們都可以呼叫你 多謝耶穌,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恩,多謝天父的大愛 神你真美好,耶穌你真美好 我們喜悦你,我們歡喜你 多謝你,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我們都嘗試從心裡叫出來 多謝耶穌 好像心去喜悦神 飛去神那裡,好像我們會飛這樣 我們看到耶穌,我們飛去耶穌那裡 這只是一些圖畫幫我們想像 我們好像去勇去神,跑去神那裡 耶穌說我們跑去你那裡 哈利路呀 我們歡喜你 我們感謝你 我們喜悦你 我們欣賞你 我們拔著你 我們需要你 哈利路呀 多謝耶穌 哈利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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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你真美好 神你真美善 我們有神萬事足 有神就有一切 感謝耶穌 主啊 求你的靈 挑灌在我們身上 更新我們 改變我們 加力給我們 哈利路呀 感謝主 祈祷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好 有沒有人 你有經歷聖靈的 你可以分享 去鼓勵其他人 都鼓勵你自己 等你記得 神神 曾經這樣充滿我 有沒有人想分享 莫師我有啊 你最好說祈祷的時候 我那個口呢 叭叭叭叭叭 不停地這樣 神家重了神的痛在各方面 這個方言 這個就是方言 是 還有那個身體 一直是搖動到現在都是 你每次呢 好了 最後我開頭呢 就有這兩樣了 齊齊都有的 好了 好 乾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